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23号礼拜一 零乐的VPS在搭建服务器的时候 会生成一个是IPV4 一个是IPV6 两个IP地址 所以在上谷歌和有线网站的时候 会发生就是说 机器能检测这种提示 像类似这种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就是 把IPV6这个IP地址给进入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想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这个零乐的VPS是高高兴建的 它生成有两个IP地址 一个是IPV445开头的 一个是2600开头的IPV6地址 现在就是把其中一个 就是2600开头的IPV6禁止掉 现在就是登录啊 我复制一下 就是这个刚才设置一下 就这个连接 就这个连接 用三条指定 输进去 输进去 这个上一条都是关于IPVD的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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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 然后就是把这三条相关的命令 就是 导入到这里 就是这么个概念啊 现在把它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上一条指定运行 上一条指定运行 现在看一下结果 显示1的话就是 已经把它限制掉了 这个是德办系统啊 CentOS还是用其他指定的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